在默认情况下 每一次提交以后 这个头部的指针都会指向最后这次提交 使用Git Reset 我们可以去控制这个指针的位置 比如我们可以让它去指向之前的某一次提交 那么这样的话在下一次提交的时候 就会覆盖掉之后的所有的提交 Git Reset有几个选项 一个是Soft 软重置 使用这个选项去重置提交的话 不会影响到工作区还有暂存区的东西 另外还有一个Hard 它会把工作区还有暂存区 直接重置到指定的一个提交的状态 默认的是Mixed 使用这个选项会把暂存区里面的东西 重置到指定的一个提交的状态 并且会把指针指向这个提交 下面我们先去看一下Soft 类型的一个重置 我们先用Git Log去查看一下 现在的一个提交的日志 在这个命令的后面 我们可以加上一个One Line这个选项 这样的每一个提交都会显示成一行 比如我们要从这个添加的JQuery这个提交以后开始覆盖 我们先复制一下这几个提交 然后我们可以在笔记器上面去新建一个临时的文件 去把它们复制过来 再回到终端 然后我们可以再复制一下这个添加的JQuery这个提交的一个ID 这里我们输入Git Reset 后面再加上一个Soft的这个选项 接着呢就是一个提交的ID 然后回车 那么现在这个指针呢会指向这个B6B86FB这个提交的ID的上面 我们可以再用Git Log去查看一下 你会发现最后一次提交呢就是这个B6B86FB这个提交 下面我们再用Git Status去查看一下现在的状态 这里呢会显示删除了Bootstrap.min.css 还有修改了Index.html 这两个修改呢都已经在暂存区里面了 现在如果我们提交的话就会覆盖掉这个 恢复了添加了Bootstrap架构这个提交 下面我们再去看一下Mixed这个选项 这里我们可以把Soft这个选项换成Mixed Git Reset这个名领默认就会使用这个选项 所以你也不用去单独的去指定一下这个选项 回车 再去看一下现在的状态 Git Status 你会发现暂存区里面的东西呢就不在了 我们需要去使用Git Add 重新的去把修改添加到暂存区 然后再去提交 最后我们再去看一下Hard这个选项 这里我们把Mixed换成Hard 回车 再看一下现在的状态 Git Status 现在提示我们有一个干净的工作目录 再打开我们的项目 那么你会发现 最开始删除掉的那个CSS目录 还有Index.html里面链接Bootstrap样式表的代码就已经恢复过来了 那么也就是当前的状态 那么也就是当前的状态 工作目录 还有暂存区的状态 已经恢复到了添加了 JQuery这个提交以后的一个状态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仍然可以去重置到 这个Revert添加了Bootstrap架构这个提交里面 这里我们可以复制一下这个提交的一个ID 回到终端 然后用Git Reset加上一个Hard的选项 后面加上这个提交的ID再回车 再打开项目 你会发现那个CSS目录已经不在了 并且在Index.html里面链接Bootstrap样式表的那个代码呢 也已经不在了 说明现在又重置到了这个Revert 添加了Bootstrap架构 回到终端我们可以查看一下提交的日志 你会发现最后一次提交呢 就是这个Revert添加了Bootstrap架构